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表声明 当时他为了小孩12年不交男友 无幸生活 也始终说是亲戚的小孩 孩子在长大过程中对外宣称妈妈是姑姑 就是不让人关注他的身份 而小孩的父亲也传出多种版本 有好友表示应是谢金燕初恋男友 也只称是传播圈大佬杨登奎的儿子杨宗憲 因两人多年前曾传出过恋情 不过后来遭杨宗憲否认 甚至有报道传言指出 谢金燕曾跟姐妹陶表示 孩子的爸爸超帅 是个男模 但一切关于谢金燕儿子父亲的传闻 都未获谢金燕回应与证实 记者随后致点求问 再次确认 小孩是不是太生的 对方回答 对 追问 孩子的爸爸是八大荣誉董事长杨登奎儿子 台语歌王杨宗憲吗 对方则疑 简讯内容真的是谢金燕心里的话 没有正面回应 匆匆挂电话 而谢小弟长得像外公 外婆十分可爱 据了解 杨宗憲与谢金燕曾合唱《软的最爱》 痴情一场空等台语歌 并传出绯闻 记者事后求证杨宗憲 谢金燕的儿子长得像你 小孩是不是你的 你知不知道谢金燕有小孩 杨宗憲装傻连说三次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并很保留地说 我觉得我跟他联络上在回答你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并未直接否认是孩子的爸爸 记者前后问杨宗憲三次 如果谢金燕的小孩不是你的 你大可跟我说不是啊 是不是怕伤害到谢金燕 杨宗憲哭笑不得地说 不要逼我嘛 并说 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做什么都是错的 杨宗憲被逼急了 反问 为什么孩子一定是我的 他不能有别的男朋友吗 据悉 谢金燕约16年前跟当时的男友王世贤合买房子 但后来他因与杨宗憲藕断私连 而与王世贤分手 王世贤则否认买房 也说不是孩子的爸 谢金燕儿子的生父究竟是谁 谢金燕一直绝口不提 根据报道 周哥亮前助理戴先生亲口表示 小燕的孩子爸爸是杨宗憲 百分之百 这是我们当时就知道的 这不是小燕亲口跟我说的 是谢顺福跟我讲的 在2009年 谢金燕被踢爆未婚生子时 外界就直指和他有过一段情的杨宗憲 为小孩生父 而当时杨宗憲坚称孩子不是他的 确定不是 并对外界一直将谢金燕儿子生父设定 使他感到无奈 对于杨宗憲的身份 杨宗憲于1969年8月25日出生在台湾 身为影视演员 歌手 四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难演唱人的得主 据登玉岳集团的老板杨登奎之子 因为喜爱棒球透过友人的介绍 而与三伤虎队投手徐红青熟识 让小时候打过棒球的杨宗憲 得以以练习生的身份加入三伤虎队 杨宗憲出演过《太平天国》 《殊胆龙威》《出生之独》等作品 而外界也传言 他是谢金燕隐瞒数十年的私生子的父亲 据悉谢金燕目前还没有结婚 不过谢金燕多年前出道时 他与杨宗憲被唱片公司 撮合成金童玉女 因而传出交往 谢金燕之后还曾在综艺节目安排下 打电话给不知情的杨宗憲 问他为何不选择他 当时杨宗憲不知被节目设计 还回 这句题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吗 显示两人确实曾经交往 而外界传闻两人没有修成证过 应该是杨宗憲父亲杨登奎反对 向来对私事相当低调的谢金燕 在2009年被曝出未婚生子多年 事后也透过简讯承认此事 但对于孩子的爸爸是谁 他闭口不谈 因此让外界纷纷猜测 一点名可能的前男友 包括杨宗憲 黄少奇和王世贤等 消息传出后 竟杨宗憲对外相应 但他当时强调 说真的不是 确定不是 为什么要先设定是我 根据媒体报道 谢金燕的儿子身高约185公分 曾被传长相帅气 窃孩子的爸爸是仪表堂堂 高人一等的男模 当年是在谢顺福安排下 赴美秘密生子 年约19岁 女星谢金燕近几年 大多在歌唱领域耕耘 但其实早期 她同时是一名演员 经典电影《星期龙珠》里 就有她的身影 当时在片中清纯的长相 窈窕的身材 掳获不少观众的心 时隔30年 由粉丝央求复刻当年伴向 她使命必达 对比照一剖出 东林的模样惊艳四方 谢金燕早期以美腿小姐 在演艺圈中展露头角 随后片约找上门 其中包括电影台热门回放电影 《星期龙珠》 她在当中饰演女主角丫头 虽然模样青色 但长相秀气 气质清新 当时让人留下神科印象 只是没想到 在1991年年底 谢金燕遭遇重大车祸事故 导致脊椎位移 多处骨头断裂 蓬骨碎裂 肺积水 脑震荡 大腿灼伤 右脸割伤 内出血 以及鼻梁撞伤 当时的主治医生 甚至评估她 可能余生都得坐轮椅 但她不向命运认输 两年后重新回归演艺圈 如今谢金燕近照曝光 曾为父亲还债两亿 如今被吐槽 整容让人认不出 有些女星被吐槽 脸部变化大 疑似整过容 面对整容传言 不是每位女星 都有勇气直接回应的 有网友给谢金燕留言说 她整容倒认不出了 耿直的谢金燕回对说 不喜欢就别看 谢金燕才貌双全 但她有一个不省心的父亲 诸葛亮生前曾欠下巨债 网上有报道称 谢金燕为父还债两亿 让人意外的是 诸葛亮却对外抱女儿的黑料 她说女儿未婚生子 这件事也对谢金燕的演艺事业 产生了很大影响 她的声誉也因此受损 刚开始好转的生活 再次被磨难击垮 母亲六神无主 只好给诸葛亮打电话寻求帮助 好在诸葛亮这次没有推脱 她立刻跑到医院 仔细询问女儿的情况 又联系了在日本的朋友 将谢金燕送往日本治疗 车祸后 逐渐恢复的谢金燕 与诸葛亮的关系缓和 在日本治疗期间 她放下从前的恨意 还与父亲打趣道 如果你以后结婚 我可以去做你的伴娘 身体恢复健康后 她还在媒体上表示 我最感谢的人还是我爸爸 从此 诸葛亮闯入谢金燕的生活 被父亲毁半生 接后重生 谢金燕更加感恩生活 由于后遗症 她无法继续演员的工作 所以摇身一变 成为了歌手 转型不易 诸葛亮在这期间 也给了她莫大的帮助 她邀请女儿到自己主持的 金牌节目中做客 增加曝光率 联系好友刘家昌 帮助全新专辑 你真酷的宣传 谢金燕重徽大众事业 日子仿佛在一天天的变好 可是人永远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一个先来 诸葛亮烂赌 是台湾娱乐圈内 忍尽皆知的事 密友李阿平曾说 总之就是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地上跑的 她都可以赌 毒瘾骇人 诸葛亮浪迹赌场 最终自食其果 1999年 她欠下了天价赌债 无力偿还 不负责任的本性又回来了 她带着现任矫期 一走了之 把一摊子债务留给了谢金燕 诸葛亮则表示 女儿演唱会 所以她看到一半就离开 没想到女儿将丑事抖出来 她又重提当年谢金燕 发生严重车祸 谢金燕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就去医院帮忙她 去救她 借钱来帮忙这件事 是她出手相救 从鬼门关抢救她 她说 人说 吃果子也要拜树头 更何况我是你的爸爸 难道你连一点 谢谢我都没有 如今的谢金燕 19岁的儿子已上大学 据了解她身高185公分 已不是当年12岁时 被狗仔拍到的小胖子了 谢金燕经纪人球球透露 谢金燕的儿子青春期后 身材大变身 已是瘦高的大男孩 帅到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之前妈妈谢金燕在台北演唱会开唱 儿子没有到场 经纪人求求笑说 别抢走妈妈风采 也避免被媒体坠拍 谢金燕在2009年时 被爆出早已未婚生子 她虽然有承认这件事情 但是至今都没有说出 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事后曾有人指出 孩子的爸爸应该是 和谢金燕交往过的杨宗憲 但她本人表示不是她的孩子 为什么大家要先猜测试她呢 如今和谢顺福 认识30多年的戴先生 肯定地说 小燕子的爸爸就是杨宗憲 她说谢金燕刚怀孕时 就找谢顺福帮忙 本来打算在日本生产 但因为签证问题不方便 之后才决定在美国生小孩 谢金燕简讯提及 过去到现在 我的家人给外界的观感 总是围绕在黑道 车祸 欠债 跑路当中 也提到 其实我还有一直关心我的爸爸 独类抚养我长大的妈妈 疼爱我的姐姐 以及无刻意隐瞒可爱的她 恳求外界 给我们全家人一点空间 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 还他一片清静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